很高兴今天能够跟大家在这里分享 我们的PowerPoint没出来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代表台湾新万爱咨询中心的同工们 来这里跟大家报告一下我们的施工 我叫李子峰 我是住在Colorado 今天很高兴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介绍 第一个首先是说新万爱呢 是在1993年在台湾已经成立 那我们其实有20年的历史 因为我们有一段时间呢 所以其实我们累积了不少一些的福音跟圣经资源 那今天我是希望借着这个机会 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一些的资源给大家认识 那我们的目的是希望透过网络来开展神国的福音 跟所有在座的福音机构一样 同时间我想我们可以把一些中文的福音资讯 透过网络来分享给宗教会来使用 因为我们觉得大家都晓得就是网络真的是个非常好的媒体 刚刚都讲了很多可以到不同的地方 不管在哪里我们都可以透过网络来去把这些的资料 分享给宗教会 那我们过去的福射对象呢 主要在东南亚 台湾 香港等等的地方 那今天很高兴有这样的机会来到这里 希望我们能够跟北美 欧洲等等地方的 或者说中国大陆的弟兄姐妹能够有多点的交流的机会 也是这一次大会的目的 我们在福音信的话主要是我们有一个电子报 我们每个礼拜会有一个电子报 透过邮件的信息来寄给所有的订阅者 那当然我们也有在网络上也有 比如说我们跟Philip Yenzi 他就提供他的文章 我们有中音对照的来在网络上呈现 当然我们有一些 比如说一些的上一些诗啦等等的 一些比较软性的资料 其实有点像中信乐刊的性质 来做一个福音预供的情况 那这边是我们的作者群 那我们使用的文章呢 基本上都是全部都是读者 就是这些作者的投稿 全部都是我们第一手版权 如果他们 其实我们有一些的 他们的作者是 他们已经把文章投到 比如说上校园杂志 那我们也得到了允许 可以在刊登在我们的网页上 全部都是授权 而且是免费的授权 意思是说所有的作者 他们都同意把他的这个 这个著作版权公开 给所有宗教会来使用 在这个这一些 等一下我会介绍的 其实都主要是 这个我们在 可能我们的福音事工 比较不太一样的是 可能我们更多的事工在于 对一些对神学生或说 对一些教会的领袖们的 一些的事工 比如说这个是我们的 一个事工叫做 真本圣经的计划 我们现在收集了360本 中国历史教会 所有的这一些的 真本的圣经 比如说这一本呢 是在1967年到1972年 在温州市教会 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所抄的手抄本圣经 我真的不相信 这是手抄本圣经 好像是印的一样 这个是很珍贵 是送给周廉华牧师的 我们得到他的允许 我们就把他全部 变成电子党 我们就可以来看到 历代圣徒的这个 他们在圣经上的认真 也是如果做成电子党的话 就不会怕遗失等等 比如说 这本是在清朝的时候 满文跟汉文的 对照的圣经 另外一个呢 是因为我本身 其实是广东人 所以呢 这个是在 光绪八年的时候 是广东话的一个 马太福音的一个翻译 如果你是会广东话的话 你看的话就是广东话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一个事工 我们另外一个事工呢 就是在于这个对原文字典的翻译上 我们的在西方案里面的这个字典的话 其实我们 第一个我们做的就是把这个原文的strong number 全部都把它汉化 变成中文 所以呢 基本上我们现在你看到了所有的strong number 你只要click进去的话 其实你就已经可以看到中文的这个翻译 那这个翻译呢 我们是校园出版社的翻译者 徐德成传道在带领这个的这个事工 那当然其实呢 我们有另外一个叫做经文分析系统 这个在台湾的一些神学院 已经在神学院的时候 学生在学这个原文分析的时候 已经在使用我们的系统当作一个的教材 那基本上如果譬如说你这个原文 这一段的经文 其实你可以看到 其实这个事列 我们是把它的那个语态等等 全部分析起来 那所以当你使用起来 对这个原文的这个认识的时候 你可以更深入 这个是由台湾圣经公会学者 跟兼教牧师 梁王慧博士 他在带领这个工作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一个施工 可以让对宗教会 还原教会对圣经的认识 能够更深入 更了解 能够更正确的来认识圣经 那另外一个 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其实你看到这里有一些的图案 其实这些图案呢 都是我们在所谓做的圣经地理 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圣经地理理 让弟兄姐妹 不光是你看到经文 你可以有印象 比如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这个深座的一些图片 那这个是我们的 同工他们去了 特别去圣地 走过保罗的旅途 然后呢 他们在把这些照片 然后免费的拿出来 让弟兄姐妹可以使用 他们很辛苦啊 因为是不容易 好最后呢 其实新外有其他资源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易意介绍 那其中我们有一些是 像盲人典志的圣经 诗歌的配乐 还有资源一些福音机构 也许你有听过陈韵宁的心灵小戏 也是新外跟他技术资源 合作的一个的机会 那最后呢 我们将来的一个展望 就是希望我们的界面 今天刚刚UVersion的弟兄 给我们有很多的鼓励 我希望我们可以把这一套系统 能够更简便的 做一个更好的界面 让弟兄姐妹使用 那另外一个呢 我们也同时的 在这个手机软体的开发上 希望我们这些工具很快的 可以变成 这个是我们的Android的系统 能够到每一个弟兄姐妹的手机的手上 那最后呢 我们要分享的就是 其实就是这一段经文 网络的外奋 刚刚牧师也提到 就是这一段经文 其实就是支持了 我们同工20年的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 我们在做的所有弟兄姐妹 我们都得了网号的位分 我们可以借着这个网络 来把这些更好的资源 能够提供在 可能是 也许是很偏远的地区的 弟兄姐妹手上都可以使用 谢谢各位